民宅門口外民眾喧嘩口角 抵達現場的警察上前勸說 有口角疑似還出現推擠情節 就發生在雲林四湖的一處民宅 住家客廳就是第一現場 當時五名男子來到這裡 要把屋主帶走 住在這裡的人 就是四湖反風吹自救會的會長 五連靜 不只自己受傷 還有吳姓會長的包姐 也在這起事件中被打傷 身上留下多處傷事 吳姓會長在事發後不到12個小時 在自己的臉書撰文控訴 五名男子闖入客廳表明要把人帶走 還一再恐嚇要對家人不利 過程中打傷老人家惡劣至極 我回來之後當然在這塊 入憶風機的大點 我擋到許多人該有的利益 所以我高度的懷疑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的檢調單位 能夠徹查清楚 吳姓會長因此氣料控訴 完全沒有王法了嗎 當天晚上闖入吳姓會長住家的五名男子 最後被警方帶回 依照傷害防害自由與聚眾姿勢等罪嫌 全部總辦 3075廖宜的雲林報導 都